清朝时期中国作为国家名称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 原表题清朝时期 中国作为国家名称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 中国作为国民很早就存在它既是一种中国人延续下来的国家称为习惯 更蕴含着丰富深厚地理 使信息和文化意义以往学建议 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而成为正式的现代国民的观点 现在看来未必靠得住 据笔者考察民国以来并没有哪个正式颁发的宪法乃至草案型的宪法 有过类似的简称 规定其实它是数千年王朝国家通称中国的某种历史延续 这一点从1911年11月11日武昌习义的革命党人成立谋略处后 公开声明的五项决定中 称中国为东华民国的说法张南仙 《湖北革命之之路》 见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可以得到集中体现 由于辛亥革命之王朝国家因中华民国的建立而根本转型 中国或中华也就从王朝同称转而变成于新建的中华民国 可对等互换的另一个习惯性国民笔者以为与其说 中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不如说 中华民国是以否定帝制之王朝国家的新的形式再次确认的 中国这个历代王朝共享之通用国民 从而实现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延续 以实际上作为各朝代通称的传统国民之 中国不仅被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和一般臣民用备于 大区对等的习惯性国民 明末清书已降 也得到西方列强的了 解和使用应该指出China、China和China等成为欧美流传至今的对应汉字 中国 国民的相对固定称为友谊 各历史过程早在明末清除这一过程 实际上就已逐渐开始 明末时法国传教士金尼格将立马到中国炸祭 一书整理后在欧洲出版封行一时书中 明确告知欧洲人这个古老的帝国层以各种名称为欧人所知系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 马可波罗称之为CFA 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 而葡萄牙人之所以称之为China则是由胶纸人和鲜罗人称 这个帝国为先而来 立马都还告诉欧洲人 除了新王朝一来就取一个名字以外 这个国家 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 有时候别的名字就和这个称号连用 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CIA 安科或中华称呼 第一个词表是王国 另一个词表是花园两个词 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语 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 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元地方 在当时通行的汉语词汇中 作为人们熟知的国名为酒 中国或中华 具有可与China Chinese And by the China China等古今相续之内容 相互对应的历史纵深 各具体王朝之名如汉、唐、明、清等 均无一能够胜任 事实上明清已降的中西历史上 可以说China、China、China等与 中国或中华等国名之间 具有某种相互对应、规约 彼此互动的特性 无论中国是改朝换代 还是建立民国西方 到人习惯保持不变地称之为China China China与此同时 中国或中华的贯通性国名 在国际舞台沿用并实现其一 定程度的意义转换 最终成为通用的现代国家名称 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从康熙时代开始 中国作为与大清 同意且更为西方人所熟悉的延续性国名 开始进入近代国际条约 如泥不楚条约 尤其是清中业以后 中国或中华作为与大清国 含义相同并可互换的另一个 主权国家国名更是直接与China等词 对应于西方列国 在表面对等的主权条约 国意义上使用并得到各种国际条约的 中外对照本质习惯性运用语 承认 如1842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江宁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中就是 中国和大清混用不分的中法黄浦条约 依然 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望下条约的汉文文本开头称清朝为 中华大清国 结尾签字处则著名 大和中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故盛 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 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 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 在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本文字条约文本中有时干脆就直接将 大清 二字译成 China 如前面提到的中英 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对应词就写作 Emperor 大清国也直接写作 Chinese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问题 我们不妨再以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去 第六款和第六款规定 大清国与大美国欠念民人前往各国货院常驻入籍 可随时来往总兴起自便不得禁足为事 为了显示其有别于其他西方列强 美国还在条约第八条中特别表示 凡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治之事 美国相不以为然 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生命 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